欢迎锁定今天7月15号 在星期四晚上7点55分为你播出新台湾加油 在今天的本土案例再度增加有14例 再创三级警戒以来的新低纪录 不过14个本土案例当中 今天却是也同时公布有6人死亡 这中间到底是应该怎么样进行解读 是什么一个状况 14例创下三级警戒的新低 但是却也有6人死亡 今天分布的情形台北市有9人 桃园有三名确诊 新北还有两例的确诊案例 换句话说除了在台北9例 桃园3例新北2例之外 其他通通都是归零 通通都是清零 也要告诉大家我们可能距离7月26号 就是警戒降低 警戒甚至慢慢去解除 已经越来越近了 这个时候台北的天空非常的疫苗 为什么呢 在疫苗机队的盛况空前同时 今天有3批总共有188万剂的疫苗 分三路抵达到台湾 那首先所看到的是将近下午2点钟 由陈时中亲自来接机 日本赠送我们97万剂的AZ 包括紧接着还有我们自购的56万剂的AZ 还有35万的莫德纳 通通今天都来了 都抵达到台湾 好182 88万剂来到台湾的同时呢 这里头有自购有赠送的 都可以看得出来 尤其是台日友好的渠道非常畅通的同时呢 第三批赠台湾的AZ在抵达 十百名剂已经告诉大家 也因为沟通的管道非常畅通 未来未来他认为日本后续 还会持续援助台湾疫苗的 事实上台湾的天空今天是3加1专机 除了这三批我们自购或赠送的疫苗 来到台湾3加1加1是谁呢 来画面中你再次看到 这是美国在台协会的出场丽英杰 在今天上午离开台湾 他等于是三年的任期 在今天画下的据点 他的工作即将交棒给12号抵台的 后任处长孙小雅 那等孙小雅在隔离检疫 包括自我健康管理期满之后呢 就会向台湾正式报道了 今天根据TVBS独家所拍摄的画面 这一架呢美军行政专机降落在空军松山基地 短暂停留34分钟之后呢 起飞离开台湾 好行政专机抵台 执行任务在内容曝光同时 今天真的是3加1 好我们疫苗一批一批到了 那么不管是台美关系 不管是台日关系都创下空前大突破同时 我们疫苗的施打状况 除了一方面台湾的首要任务 优先所追求的诉求 就是我们第一季的覆盖率 要从月底的25%一直希望到10月份达到60%的覆盖率 60%的覆盖率 换句话说2350万乘以60% 我们第一季要有多少人完成 不过就在这个当下呢 我们稍后呢 Thank you 陈伯伟来到我们的现场 他带我们直击到哪里的现场呢 台中的现场 台中市呢出现有5人钻漏洞 但是成功闯关了 为什么 为什么在台中市的快打上会出现的民众 直接拿着黄卡指名 我要打第二剂 误以为能够混打 也有人刻意藏着黄卡 希望可以混打闯关 有人把健保卡呢 上施打疫苗的注记 干脆贴纸把它撕掉了 几乎都快被快载人员跟医护人员发现之后 挡下 败信而归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闯关的情形 而且呢 台中还有5个人可以闯关成功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也同时要看的是台中 台中出现了距离300公尺当中 竟然有截然不同的两个看板 这两个看板 一方的看板告诉大家 如果我40岁我要打疫苗 他不打全家都会倒 另一方的看板呈现截然不同的诉求 端端的300公尺 台中市呈现截然不同的看板 到底为什么 当然在台中的街头 我们要转到首都 在台北市方面 昨天呢 黄敬平 这是国民党的桃源市议员 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惊爆 事实上不只是国民党执政的四个县市 急于希望中央可以核准 让他们可以购买五百万计的辉瑞 BMP 包括了柯文哲 那黄敬平公布从微信的曝光对话当中 柯文哲也有意要购买上海复兴的辉瑞 BMP 这个意愿 他也有强烈的意愿 只不过我们聊台北市当前最重要的是什么 台北市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是说你的疫情几乎也失控了 你的疫情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控制下来 你今天在这些案例当中 台北市还是遥遥领先其他的县市 台北市呢 甚至还揪出了三例的Delta病毒 柯文哲说入境隔离企所找出 没有进入社区 好三例的Delta病毒也都进来了 包括我们今天看到信义区 信义区有一个市场 听说封闭了好多天了 有出现一个确诊案例 我们过去又没有听到信义区这个市场 也封闭 封闭这么多天 如果只有一个确诊案例 为什么要封这么多天 包括地下街说也有确诊 重点是今天在内伙的IKEA跟Costco 通通都休息一天 对这些商家来讲 休息一天损失要有多严重 可是可是台北市疫调 有没有告诉我们 IKEA的这个案例 跟Costco这个案例 它的足迹去哪里 难道他们只是空降到IKEA吗 空降到Costco吗 他没有去过其他地方吗 他确诊之前没有爬爬灶吗 这是我们担心很忧心台北市的疫调 跟足迹的一个情形 当然在国际的最新情势 今天包括了医师 罗元璋 罗医师 包括了谢斯敏 谢医师要告诉我们国际的最新情势 印尼是不是失控了 因为单日确诊破五万 好恐怖哦 印尼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印度 现在专家说他未来可能单日确诊会达到四十万个确诊 成为另外一个亚洲的重灾区 他会变成是另外一个印度吗 当然在美国方面专家已经提醒了 美国处处可见 赛事开打了 解封了 大家不戴口罩了 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提出了警告 现在中的很多是Delta病毒 而且中的几乎都是没有打疫苗的 美国方面的覆盖率被认为是相当的高 这个状况底下 为什么还是会有这么多人中呢 好最新的情势 然后邀请这几位来宾来收新闻介绍 台大医院感染科 主治医师谢思敏 谢医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继续介绍是基层医疗协会的秘书长 罗元璋 罗医师 主持人好 各位来宾 观众大家好 谢谢罗医师 以及激进党的立法委员 Thank you 大哥 来 陈伯伟 大家好 Thank you 搜索媒体人王瑞德 小薰好 大家好 来 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 张玉勺老师 小薰好 大家好 以及国民党的新北十一院叶元支 小薰好 大家好 我们稍后连线给两位 陈破空老师 我们首先来看 这是今天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台中会出现混打 而要求混打的人 抱持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想法 到底是什么 来看这个大现场 快打站内民众排排座接种疫苗 以线性规范两剂疫苗 都得是同一场牌 不过在台中却出现混打个案 因为他有收到通知书 他问他的医师说 我打过了我可以再去打 医师跟他说你千万不要去 但他还是来 他没有隐瞒 他就是当作没事的样子走进来 台中有70岁老先生 6月17号接种AZ疫苗 7月8号又前往快打站 接种莫德纳 隔天到洗肾中心 因为发烧不舒服 才被发现老先生混打疫苗 过程中包括隐藏接种黄卡 还将健保卡上的接种贴纸给撕掉 我们也会用电脑查核 用我们的逆死系统 我们有个NIS系统 去查核民众 他们是不是已经有施打记录 实际直击快打站 的确有民众接种后 就把贴在健保卡上的贴纸 私下丢弃 但动机为何不得而知 只是台中不只 这名洗肾老翁混打 因为卫生局接连掌握个案 一共有五个人这样做 卫生局在上周发现 有混打状况之后 变这个紧急来采购 这个读卡机的相关设备 用健保卡利用网路连接 本署建设的这个有关医领 预防接种记录 查询之系统来查询 个案接种AZ疫苗后 接种第二剂 不仅没超过间隔时间 甚至以混打的方式接种 效力恐怕有疑虑 然后请就陈柏惟 台中的施打状况是怎么一回事 我看到他所剩下的疫苗量 其实也为数不少 只不过怎么会出现 有混打的情形 而连续有五个人可以闯关成功 其实我在在任立委一段半的时间 我常常发现一件事就是 中央和地方互相都有政策 但是互相不了解 那今天这个混打的状况 其实是 就是和中央地方的混港有关系 对这个局長来说 我们市政府的局長来说 我们其实如果有堵卡机来插健保卡 就可以插得到 但是中央那个健保 第一时间的回合 其实这是NIS疾管署 刚才在访问的医生 也有说的是NIS系统 可以看到疫苗这种问题 那现在的问题是说 如果我们一直在注意 因为这已经大整幅了 大概我想各管区分 做大型的社区以及 研所三种注射的事大站 那现在每天在事大过程中 包括新的疫苗如何来 包括传来我们有系统性的 这个大家去定期的 要入到这个地区 社区或是研所来做的时候 它都一直有新的变化 包括人数的问题 包括疫苗这个要如何缺 要如何送 包括未来可能十月份的时候 美兰天来的时候 就要有便乘车来载 这些工作都要漏漏少来保抵 但如果我们煮一个灌食了 总不记得说要一直均心均心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第一时间煮了 我们目前人认为的就是在一间 没有带一顿小红线 对民众来说 我是不是这项拆掉 我就有人要拼看看 在这个拼的时候 如果如果当地政府在这个快刀站 他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就有可能可以先说 你有担 还是说你还没煮 我就要拖来煮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说 我们对名担政的灵力到底如何 因为事实上 包括民政党委 包括微信教 包括各个局处书 他应该都要知道说 台东到底有多少人煮过 包括这个是什么类型 是几岁以上 不可以一方面 你跟中央说 我们现在是怎么处得比高雄 较少 事实上是因为高雄的老人 人口较少 所以我就怀疑 是不是这个时候 我们都说要红约一百分 准二分数再放那么多 但是又利用红约的控制 来做当中 尤其省局长第一时间说 这个要健保署处理 这其实金本和健保署 不是很直接的关系 是机关署管理的工作 再来名堂一定是 电风比中央更了解 我想这是这是上色 所以我希望说 未来这些工作可以拼命 我会给大家报告 还有一个情形很危险 就是说这些事实上 他觉得说 我煮一支不够 我煮第二支 我粉打 我来闯关 我来拼看看 你不需要滑煮 就是怎么可能 莫德纳美国来的 他比较害 他这些东西是怎么 三星这些问题 就是因为他们在电风 有很多不是属性的要言 包括说AZ的什么样的 这个情形较危险 所以他们会想说 我来煮莫德纳 是不是对身体更好 但实际上 你就已经有第一支了 又去煮第二支了 他不会说 对你的身体危险 包括全世界的这个 这个危险组织 他也建议说 我们先不要用混打 是 那对像泰国 他这个 像AZ煮下去 可能 莫德纳煮下去 陶行 呕吐 AZ煮下去 可能有其他的副作用 现在泰国 他们煮那个科兴国药 有没有 煮到他们副作用是确诊 煮疫苗 结果最要确诊 所以买后 我就不得意 第二支 再来換其他的事 我们台湾现在没有这个条件 世界的这个 環境的组织 也给你建议不要混打 所以呢 我想未来 如果如果真的 是要希望说 覆盖你有管 民众都愿意接受 建议你换到你的时候 你就去煮 通常跟地方的 信息交通 一定要继续配合 好 我在这里建议盧市长 我知道这个 台中的 这个立委 国民党会没有座 但是因为 关系 他现在到经到一个头 你如果信息不了解 你可以跟我说 因为我们这边医疗的信息 更专业 也更充足 我是真的希望说 无分管制专国 我们的覆盖率提高 第一次煮好了 后边我们重用 再来继续 建筑吉他荣苗 不要在那比较 这个比较 那在那捏断 保险 或是用政治的 垂涎来做放映 我想这都是民众 没想到看到的工作 是 昨天因为首度出现混打 是一个七十几岁 在高雄的老先生 但是我 我觉得他是有 一点点可能忘记了 老人家其实忘记了 我觉得这可以想见 一时的疏失 只不过现在台中所出现的 罗医师看起来是有意闯关成功 那有意闯关成功的背后 他们想法是接受到说 混打效果比较好 来 你所了解是怎么回事呢 罗医师 谢谢主持人 我想这个议题真的很有趣 因为其实说实在 就我们在医疗的群组上面 看到的情形 其实之前就已经有民众 非常想打混打的状况 那他们有可能会做一些 各方面尝试 或者是有些身体上的问题 比方说他第一剂打身体不舒服 那他必须要打第二剂的时候 他可能又必须要换另外一个厂台 那这个话目前大概 目前的医疗的状况 其实是被允许的 但是你必须要先去上传一些 你药物疫苗引起过敏 或是有些重大伤害等等的一些 救济事件等等 只要上传完资料之后 医师评估 你的确是可以允许打第二剂的时候 换一个厂台 这是允许 但是今天这个新闻 显然就不适用这种状况 因为医师根本都不知道 那我个人是想说这个问题分两层次 第一个大概就是民众 为什么他有动机想混打 第二个就是他为什么会混打成功 我先讲第二个 为什么会混打成功 按照刚刚那个新闻所叙述的 我个人认为真的单纯只是一个网路线 没有间接 然后导致没有办法做插 我先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整个的疫苗系统 我们在注射的时候要经过哪些程序 第一个当然你必须民众拿健保卡 这样把插卡完之后 其实我们要读卡 就是读健保卡里面的资料 然后读完之后 其实我们会有一小部分 包括疾病 之后做写卡的动作 那在第二个医师在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 他就看到前一个医师 过去多久之前曾经施打的哪个疫苗 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所以今天这个状况 就我自己看来 应该是当天的网路系统 可能真的有点问题 那第二步呢 我们读卡完之后 预防针注射完之后 我们去上传一些资料 现在目前是规定每一天 必须要上传到NICE系统 就是刚刚电视所说的NICE 它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网路系统 我们不要借由VPN 传到那个系统里面去 那为什么要封闭 因为很简单 因为怕会有骇客入侵 个资泄漏等等的一些安全疑虑 那所以用封闭的网路 可以保护这些资料 不会被盗取 然后但是这个其实也有一些时间差 就是说我今天上传 可能二到三次之后 可能会收到 所以其实反正 如果有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时间 来做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里面的记录都会非常的详细 接下来的话就是我要讲 就是说以我们基层医疗院所 我们现在目前碰到的状况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使用我们的医疗系统 来嫁接官方的NICE系统 因为他的API程式没有符合 没有这样子一个嫁接系统 但是医院有办法 因为大型医院他们几乎都他们资讯室 所以外面施打的大型接种站 他不可能有资讯室 没有办法做这些处理 基层医疗院所我们都是以小人为单位的 小寡人为单位的一个小诊所 也没有办法有资讯系统 必须要仰资讯系统 那就我自己个人所知 资讯系统商跟机关署 他们并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嫁接 所以直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办法 诊所没有办法去看 那回到台松市的状况 一个网路系统的当机或网路系统 没有办法进入之后 就出现这么重大的一个伏失 让这些友谊 他可能透过的网路叫站 认为说混打状况是非常好的 因为这个他们完全是听信网路上 我说因为在防疫的当下 有很多的造反派 造反派里头 你总是要根据这个学理 学理现在都比较保守 认为说我的科学的案例不是很多 虽然说在国际间有一些领袖 的确他可能打了AZ加辉瑞 或AZ加莫德纳 不过都是非常非常少数 当听信网路这种疫苗混打了教学之后 让五个长辈可以成功的闯关成功 到底为什么 这个关键是在哪里 因为照道理有黄卡 你透过了健保卡输入之后 都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 也许罗医师你继续要补充 来身为这个台大医师的谢斯敏 谢医师 您自己也是照顾过无数的确诊者 在这一次的基层医疗院所的施打的过程当中 您也是在前线 为什么 这是有人刻意要闯关成功 有人故意要导弹吗 我想如果是系统性上面的问题 而导致民众在不小心的情况之下 打到两个不同厂牌的疫苗 那我想我们应该要去调整的 就是这个施打疫苗的新增作业 但是如果是民众自己刻意想要去试着闯关的话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相当的有风险 那尤其是在网路上面 我觉得现在的讯息非常的复杂 那很多都是错误的讯息传来传去 那因为这个之前其实这种混打的方式 的确有几个国家在做临床试验 像我们之前听过英国西班牙 德国都有在做这样的混打临床试验 不过我们要强调这个仍然还是在临床试验 等于说还是在一个研究的一个课题之中 那在一个临床试验架构之下 小心的观察这些混打的受试者 他们有没有发生什么事那绝对不是开放给民众 这样的自由去试 除非是就像刚才有一次讲到的 他第一剂有严重的副作用 或者是说真的有接种疫苗的需要 但是这个地区这个疫苗极度短缺 不得已只要用混打 那不然以正常的规范来说 其实以目前我们所谓的RNA疫苗 其实我们人类还非常的陌生 对我们来讲是个全新的疫苗 AZ也算是相当新的疫苗 那都已经不熟悉了还要混着打 我觉得现在民众自己来当这样子很 当自己白老鼠 而且在不在这个临床试验的监测之下 我觉得民众这样子在承受自己的一个风险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不论是美国或是WHO 目前都会建议说 虽然现在有些临床试验看到有一些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的成果 但是这个都没有 还没有到能够成为一个正式建议的一个程度 所以其实在台大院也有在进行这样的临床试验 像说先打AZ 然后第二次打莫德纳 不过都会是在一个临床试验架构 是在非常精确的设计 以及这个很详细的追踪的情况之下 来看这个可能性 那这个都是在研究过程中 的确有一些正面的初步结果 不过这个他最后的风险以及可能的 是不是能够有更大的好处 我觉得这个都还有待时间来验证 你知道过去我们AZ打第二季的时间 其实是我印象中是十到十二周 目前是十到十二周 莫德纳是只要二十八天四周 这些五个混打当中 显然有一些可能还没有到 没有到时间你就打第二季 如果你打AZ的话 你没有到时间又继续打第二季的莫德纳 莱罗医师可能要注意什么情形 这会有什么后遗症吗 对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东西 我非常赞成跟谢医师所说的 我讲一个小故事 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当初做AZ的第三期的实验时候 他并没有发现有很多的一个血栓的一个状况 他的sample数大概两三万 但是实际上施打到人的时候 我们发现第一季就能产生血栓的比例 接近五万分之一 第二季发生一百七十万分之一 所以你当没有大量施打的时候 你就不会发现这些相对罕见的一个副作用 那现在目前临床试验都还没有做完混打的实验状况之下 我觉得非常非常把自己当做一个实验白老鼠 是非常不治的 是 你知道刚刚洗腎患者我们继续追踪到 他是六月十七号注射的AZ 你看六月十七号 七月十七号 不過是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他在隔天没有多久的时间 再去洗腎中心被医师发现坦承自己把施打的AZ黄卡藏起来 在单上去勾选 无注射其他 等于他在最近又打了第二季的莫德纳 谢谢 这边补充什么 谢师跟罗医师都讲得非常好 因为我们都本着这个做医生的职业道德 然后希望说我们在这个患者 或者是这个需要施打的长者来注射疫苗的时候 我们能够做最后的把关 可是行政单位难道没有第一线把关的责任吗 难道没有人比地方政府更了解哪些人打过哪些人没打过吗 不要把责任全部都担在自己身上这样太沉重 我今天规划哪一些类别要过来 我今天规划哪一些几岁的人应该要进来 谁有来没来 他今天不来明天会不会来 这些事情本来就是不管是市府或是民政单位 应该要管理的事情 海线曾经发生过不止一次 这个诊所的院长自己跳出来说 今天这个是快打站 这个不是诊所预约 不是说我自己去登记了 我喜欢礼拜一去 礼拜三去 礼拜五去 反正我去 健保卡插了你就要给我打 他是一个有预约的今天有八百个名单 然后会来五百个八百个不知道的情况下 你有一个陌生的不知道是谁打了第一剂 跑来我还让他打第二剂 这本身在管理上就已经有问题了 他不只是我健保卡有没有插的问题 他最后把他说成是健保卡插上系统 发现说没有网路 这个都已经是最后最后的关卡了 他前面有很多把关的机会的 所以我常举其他国家的例子 他们是怎么做 我今天有带八百而且你要知道 我八百剂疫苗带出去 我如果没有打完 我是不是要带回家冰着 那国外是怎么做 我八百剂带出去 如果今天民政单位叫八百个人 没有来 可能大家对这个想要选疫苗 或是他来三百个 那我剩下的五百剂 我现场我就叫明天的人来打 我顺位往下打 年纪往下打 我今天就要把这八百剂处理完 那这一些动能 这一些行政管理 以及名单管理 后背后补的管理 是我们常在讲行政 这个流程 可以替第一线人员解决的事情 所以今天的问题是 你为什么会突然发生一个 有五个人 你有没有通知他来 第一个 你有没有通知他来 第二个通知来了之后 你怎么检查 那你所有的事情都 我最后没有插介保款 那我前面这些人到底在干嘛 是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状况 我想未来 他刚刚我们看到卫生局回复说 我们未来会避免 我们会检查 那些是本来就要做的事情 那不是以后才要做的事情 是 怎么会连毒卡机 今天才急于要去买呢 来这个状况来 热德大哥 3Q讲的跟医师讲的 都有道理 不过呢 任何人去打疫苗 施打单位跟被打的人 都要负责任 很简单 为什么呢 我说一下最简单 今天因为很多是 这个快打战或是施打战 所以呢 他可能处于一个健保离线状况 我说一下最简单 你去飞机上面买过东西吗 是 刷的信用卡没有连线 意思是这样 但是信用卡能不能过卡 可以啊 那健保卡连线 过去打疫苗 有些也是这样打 快那个 所谓流感疫苗 有的时候也是在连线的 离线的情况下打 那可是问题是 你这个不是你的借口 因为这个跟流感疫苗 是不一样的 这是要救命 这也有可能丧命 我告诉你 为什么呢 为什么说可能丧命呢 打疫苗为什么可能丧命 因为很简单 你按照规矩来就不会有事 那么今天打的单位呢 在高雄的内力 目前看到说 可能有点失智症的一个状况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不怪他 但是要更加小心把关 因为如果有失智症的老人 他不会是第一个 你知道吗 可能又有其他的人 打过了忘记了 以为没打又去 那你要小心 不能让它再发生 那另外 健保卡一插就知道了 他说离线状况 他就不会知道 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过去可以这样 现在有人钻漏洞 网路Nine群组到处传 说你要怎么钻漏洞 然后就算你打过AZ了 你赶快去打莫德纳 你可以救你干嘛 有些老人家是为什么 像台中这五位 有些老人家因为 怕 打了AZ以后死亡 对不对 中镜子干什么 我很害怕 所以我赶快 看着这个Nine上面的群组 网路上群组介绍说 你可以钻什么漏洞 利用离线什么的 混进去没有人知道 你没有发现吗 打完疫苗了以后 会给你一张黄卡 对不对 不带 当时也有预估到 会不会有人钻在漏洞 有啊 要不然我问你 为什么要在 现在好像贴个贴纸 你已经注射过 要贴个贴纸 对不对 你知道吗 在台中那个现场 施打站的现场 有人就已经发现 把这个贴纸撕下来以后 直接在地上捡到 这是故意的行为 这完全不能容许 我告诉你 如果你做这样的行为的话 你跟打特群疫苗的人 没有什么两样 我不会同情你们 我告诉你 因为很简单 你不是拿自己的生命 开玩笑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是为了贪生怕死 我告诉我贪病 大家都怕死啦 你不要忘记 你已经打过第一季了 你知道吗 你按照规矩 按照规定来打第二季 OK的 你的身体的抗体都OK的 你知道吗 全世界现在 台湾为什么不打 这个混打 因为认为现在相关的案例 跟临床实验的 这个案例数还不够 所以现在像台大 现在也正在做实验 有几百个在做实验 可是问题是 你不要忘记 德国总理 梅克尔也是混打 AZ第二季混打 莫德纳 对不对 但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打完AZ的以后 没多久不到时间 我们通常知道是两个月 对不对 八个礼拜以后 你太早打的话 躲好叽叽 为什么 你刚好把你AZ的功能 还没产生抗体的结果 全部毁灭掉 你等于白打了 而且我告诉你 不只白打而已 没有人知道 你太早打两种 一种东西 会怎样 所以你看 现在有人发烧 万一有后遗症 我跟你讲 不用陪他们 我们相关的注射相关的陪 不用陪 很简单 我今天不客气 就是这个样子 政府有疏失 政府的疏失是 你应该要过滤 让他们不可以去打 那人民自己 必须要负这个责任 台中很多个是自私的 你知道吗 他是跳钢的 有一个打到一半 突然就故意拿房卡 说我已经打过了 我打过 跳钢在闯关 把那个打的 那个护理师 吓了一大跳 他被他吓了一大跳 我跟你说 那还是你也怕到 你知道吗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告诉各位 自私不是人的那个 等于说 不是只有他们 国民党这些 偷打 偷打特权疫苗的 哪一个不自私啊 你以为只有他们啊 基隆逮到两个 基隆逮到两个 在那个施打战里面呢 他是因为 他们应该是有联系 建本卡下去 你知道两个都是医生 两个都是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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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想要混打 这是人的人性 但你不能这样做 你可以有这样的人性 这样的想法 但你不能这样做 所以今天为什么 在这个记者会里面 就说 可能要沿临相关的罚则 要如何去避免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在这里还是要 我个人一向 小薰知道 也问过我 我个人一向非常支持 我们的国产疫苗 但是 你的速度要更快 为什么 在这里要谴责施药署 为什么呢 施药署的基层都很辛苦 我知道 每次疫苗来 今天用日本啊 然后我们自购的 这个AZ 莫德拿又来了 总共来了188万剂嘛 然后呢 包括昨天跟今天 我们之前来的 一来一礼拜前来的呢 食药署的这些同仁们很辛苦 基层都很辛苦 进到零下几十度 然后呢 大家想尽办法 封签干什么 检查干嘛嘛 都很辛苦我知道 但是相关审查 国产疫苗 包括高端跟联牙 你们的速度要加快 你们的态度要更积极 更专业 不要跟我讲说 你要省了半个多月以后 才叫人家高端去把补什么 什么技术性的文件 我相信不需要半个月 你们那么专业 他的文件如果不够的 赶快叫他们补嘛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联牙也是一样 联牙不够的话 赶快发信不对 赶快叫人家补 为什么 各位你要知道 现在今天下午五点 我们第三轮的这个 结束的嘛 是 选疫苗结束的嘛 各位今天有个 今天有好消息是 包括日本 非常感谢334万剂 分三批给我们台湾 可以打360万人 台湾15%的人口 要感谢日本 给我们疫苗啊 我们不是疫苗乞丐 是好朋友送了疫苗 送了好多的礼物来给我们 可你也要知道 我国自购的AZ1000万剂 COVAX476万剂 总共加起来快1500万剂 对不对 好不容易 泰国那边 泰国那边因为 之前扣下了100多万剂 不是只有台湾 菲律宾啊 好多地方都被他扣住 后来因为泰国疫情重 不准他们出国啊 不准他们外销 后来好不容易 终于可以外销了 你知道昨天晚上传来一个消息 泰国因为疫情太过严重 考虑又要把他们在 在这个等于说泰国代工的 到年底前可以 这个生产2亿剂的AZ 又要扣下来 我告诉你哦 这我们绝大部分 900多万剂 还没有过来的AZ 都在泰国 如果被他扣下来 你知道会怎样吗 我们现在手上还有400多万剂 是 你不要以为400多万剂很多 为什么一天打24万 一天打24万 你知道 所以如果我们被扣 你要政府要小心 为什么 如果这个AZ在泰国真的被扣下来 而且时间不知道的话 是我们后续的AZ疫苗 会有问题的 在8月跟9月会有问题的 当时规划就是由国产疫苗接上去 国产疫苗高端也好 联亚也好 他们都已经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了 现在就卡在这个作业 我今天告诉你 食药署你赶快积极认真 然后更 你把那个精神用在好像第一线 不明显 不休的这些等于说 医务人员 一样 你不能在这慢慢审 为什么 如果他们不能过 不能过就不要给他们过 能过的赶快过 不要在这边拖了 所以被大家骂了以后 昨天才终于改口说 哎呀可能不用到月底 可以提前审 不用只审一家 不用只审两家 只可以先审一家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做呢 政府机关在什么时候了 救命如救火了 你还在搞官僚啊 如果我们要拼的是在月底25%的覆盖率 以今天我们的覆盖率 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八来讲 昨天的施打人数 已经来到有二十三万了 那昨天施打二十三万人当中呢 施打莫德纳了还是大宗 有百分之 我想这些九成以上 因为二十三万的施打人口里头 打莫德纳里二十二万七百五十六 从台湾的覆盖率达到百分之十八点零六 已经来到四百三十三万七千两百七十二人了 年底要达到 月底达到百分之二十 我觉得非常的容易 那么到十月份呢 达到的百分之六十覆盖率 也不是那么难 但是重点是要让国人 除了AZ 除了莫德纳 或者是八月九月即将要到了一千万计 来自于鸿海的永宁基金会 跟台积电真的要谢谢他们 一千万计加入之后呢 国人说真的很多的国人 包括医护人员我所了解的 包括了新闻界 不管这里头有教授有学者有媒体人 他们一心一意要等的是什么呢 就是国产疫苗 为什么 大家对于台湾的医疗水平是深具信心的 甚至我们的友邦都在等待 有台湾版的这个 我说昨天跟我们联系的 联家恩医师 他昨天就非常的无奈 甚至感到十分的忧心 我们在进行高端 不管在解盲之后 邮邦国都非常期待我们的EUA 那么在审查的过程中 有没有办法可以加快脚步 他们也等着要打疫苗 当你要打第二剂打第三剂时 许多的国家都窮到 一剂都没有打 但是我要让你看这个画面 从子母框看到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我们当然要拼第一剂的覆盖率 台中市街头相隔三百公尺 两幅广告 来这个3Q怎么看 一幅是军万坦 我为什么没有疫苗可以打 一幅是感恩祝福台湾 这是在北屯区 在这个净化北路 跟这个永兴街口的民窄的外墙 昨天悬挂这个大幅的广告 首先你看到在左边的这一幅呢 就是我岛全家岛 我四十岁要疫苗 庶民是家有老小的男人 好这个广告还用黑底白字 去加强这种心中的这一种 他的怨恨 那奉刺是不到三百公尺 有另外一个路头呢 这是一个建设公司 所悬挂了大幅的广告 温暖的感谢友邦 心中充满爱世界祥和祝福台湾 网友认为这两幅广告 哇这个呈现出 两个不同的台湾的面向 谢谢怎么看 我是在想如果有左边的这一幅呢 我岛全家岛 这样的人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台中市应该优先让他去打 不是吗 只不过台中市从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从趋势图同步也看出来 常常都是清零啊 来怎么样看这两幅广告 如果有人觉得这个加油劳小 然后需要先打 那我想跟在地的这些民意代表 稍微来相关单位来陈请 我想盧市长他也他也会应该要放到 这个接种顺位考量里面 那当然这个看板以我们选举过的经验来讲 他坦白讲不便宜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想法 我想作为民意代表政治任务都应该要放在心里面 但问题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看板 他能够改变什么 我们到底哪里做的不够好 他具体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如果是疫苗 事实上现在在施打了 那在登记的预约登记的部分 在覆盖率上 在这个台中的这个确诊数的减少等等等等 我想全国上下一心团结抗议 没有人在扯后腿 也没有人在挡疫苗 那这样子的这个一个看板 事实上并没有办法 增进什么样的事情 那我认为如果你真的觉得 台面上的民意代表 这个政治人物你都你都没有办法信任 那我的建议是或许把招牌省下来的钱 那怎么样的去其他的地方可以打得到疫苗 那讲这种事情不是开玩笑 就是说你总是要实际上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 而不是只是单纯的抱怨 那这样子的抱怨不免让人家联想说 你是不是在打击台湾正在团结 凝聚的一个士气 另外一边我们看到台湾平安 这不是第一次了 包含台北圆山饭店 台中这个市区的大楼 也不断的在讲说台湾希望能够越来越平安 那这些东西明明就是应该我们共同的追求 我想到我们台湾在国际上的立场 这个被打压的地位 我们的疫苗取得的困难 那我们的这个 不然签一个合约都要计较说 我们到底是国家还是地区 明明在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应该团结对抗疫情 对抗国际的打压 那这个时候还在内部自我摧毁 我想都不是对防疫最好的方向 我在这边邀请这位挂招牌的民众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跟来协助帮忙 身为当地的立法委员 这个陈柏惟是愿意来做协助了 我相信这样子人应该要优先列入口律 如果他没有打疫苗 可能全家会倒的话 那赶快让他去打疫苗 那我请教的是张瑜伯老师 这四个县市里头看起来 在国民党党主席将取成的领导之下 有一点点不死心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 台东县似乎比较保留了 可是我觉得很怪 这四个县市加起来 应该是不到两百万的人口 好像是一百七十万到一百八十万之间 你要五百万剂 五百万剂的疫苗 是要做什么 你把原来国家配给你的 你要打到过期吗 对我先补充一下 刚才陈伯伟委员所说的 台湾现在施打疫苗的进度 有望在七月底 达成蔡英文总统所说的 百分之二十五的施打这样的目标 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做一个对比 南韩打了快四个多月 第一季大概只有三成左右 而我们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达到差不多像 南韩那样的水平 同时一个最重要的比较是 南韩现在疫情 开始又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韩国职棒停打一个月 但是中华职棒 在前天已经开始开打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比较 第二个我要补充的是 那个AZ之乱延续到现在混打之乱 它有什么样的逻辑呢 很简单的地方是 当初这些人为什么要带AZ之乱 因为要逼出千呼唤唤死出来 认为BNT才是救世主 就没有想到你造成的后遗症是什么 假消息广传的结果 使得许多老人家 我昨天节目讲过了 自然死亡率 还有染疫死亡率 跟所谓的施打自死率 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但是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不断的去抹黑AZ的结果 就造成这样的后遗症 那现在后遗症 最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混打这还是有政治目的的 什么意思呢 你说人性基本上是怕死的 打了排挤掉其他人施打的机会 但是如果在疫苗充分的状况之下 这个还不是最严重的 但是如果像医生所说的 如果有民众施打 出现不良的后遗症 甚至造成死亡个案的时候 我相信这些政治人物 又会把责任完完全全归咎于政府 第三个很重要的地方是 这个类比未必恰当 但是刚好可以补充 刚才3Q哥的说法 我们投票的时候 可不可能允许有人投两次 不可能 所以说在投票的时候 是不是要做很多护证上 跟身份上的确认呢 虽然现在疫苗加来可以打2次 甚至国家可以打3次 但是在现在的规划之下 请问地方政府在把关的部分呢 管理的部分有没有做好 最后才是医生的责任 国民党现在啊 又为了党主席的选举暗潮汹涌 什么意思呢 江启臣现在快要失去舞台了 所以昨天才去拿出送花这样的举措 为什么江启臣本来想的是 可以让自己呢 扮演公投总剁手的角色 可像疫情血距嘛 公投往后延的嘛 所以江启臣下两招来进行 所谓的这个主席保卫战 一招呢 持续呢去把剩下的这一个呢 政治的富裕价值呢给操作完 但是就快要被看破了手脚 我刚才说呢 没有需要 第二个 陈柏威在场啊 很简单 就是持续啊 操作啊 罢免陈柏威 就了解国民党政情人来讲 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 江启臣前代的对手是谁 就是朱立伦 朱立伦正一线正打算干嘛呢 很简单嘛 你做什么 我也做什么 江启臣在台中拥有主场 所以准备呢 去趁啊 政治声量 罢免陈柏威 我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内幕啦 那朱立伦打算干嘛呢 联合啊 台北市的这些国民党的这些相关人物啊 准备啊 要罢免林长左 这就是国民党 现在为了党主席保卫战啊 互相在称声量 因为疫苗之乱已经落幕 BNT已经买到 江启臣更急啊 朱立伦还没表态啊 但是啊 台面上压阻滑水的动作非常多 所以呢 这件事情也就是呢 购买地方政府购买疫苗事情 它是个假议题 什么假议题呢 简单来讲 为了政治权力斗争为先 为了党主席保卫战呢 为原则 真正是要为人民的健康着想吗 没有 江启臣不如折成这四个县市 赶紧把疫苗的施打率给提升 否则呢 江启臣将会进退失去 许多跑国民党记者跟我讲 胜不快已定啊 为什么 江启臣出了一些险招跟奇招 大人送华 我们昨天讨论过了 或是呢 在这个时候呢 让地方政府还要采购疫苗 大家都已经可以看出各种的端倪了 好 昨天苏巧惠说 他所认识的江启臣此刻有点糟惊 剛剛Thank you 说 你所认识的江启臣 已经怎么 头壳 是我猜狗 猜狗 好 等一下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是国民党的党主席 这是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 黄近平昨天告诉我们的 其实柯文哲也跟四个县市一样 他们也有意要购买辉瑞BNT疫苗 只不过后来退出了 那柯文哲不根据江启臣的考量在哪里呢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说 对于台北市当下来讲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当然就是你的防疫呀 台北市的疫情很显然绑住台湾